廢話不多說 我先直接開始遊戲 然後呢 我先講一下 我們在今天這個 這款遊戲結束的時候呢 我們會送出這三款遊戲 給聊天室的各位玩 好我先看遊戲 他現在還算是這個 搶先體驗版 那我們在這個 等一下待會我遊戲結束的時候呢 我會送這個搶先體驗版 他總共有12345678910 十隻 他最近更新出了這兩隻叫做 Alden跟那個 Hector 應該是這樣 因為我是改成中文版的 那這隻呢 就是一隻這個 近戰 然後他是 冰屬性的 他會緩人家的攻速啊 之類的 然後這隻呢 就是這個 遠距離開槍的 遠距離開槍的 我這兩隻我都有試玩過了 你們想選哪一隻 這兩隻我覺得都還蠻帥的 選霜道 好 那我們就選擇霜道 然後一樣 比如說你一塊看 你看這個有這個技能數 比如說你點哪裡點哪裡 有加什麼能力啊 加什麼啊 好一樣 每一個職業呢 都有不同他的這個 技能數 可以 然後我們一開始選擇角色之後 就不能再變了 你就選擇 然後他會先 他會先讓你進一段那個 技能試用 那你試用你覺得喜歡 你就玩 不喜歡 你就不玩 這不是在講廢話嗎 你就換換一隻角色 什麼不喜歡就退廢 我說你這隻角色不喜歡 你可以換另外一隻角色玩 有很多角色讓你選 好 我們一開始呢 就是所謂的 那個 新手教學 這個大家也都很了解 是 這個遊戲模式是要怎麼玩 殺了所有人 這個世界屬於我們主人 好 我現在是拿著雙刀 一樣嘛 WASD 左右移動嘛 好 然後他現在開始教你攻擊了 左鍵是這個近戰砍 右鍵是那個投擲兵矛 當然也可以拿來當遠程啦 可是這個 這一隻呢 他攻擊呢 就會緩人家的攻速 他也不算 也比較傷害很高吧 這個 shift也可以緩人家的這個攻速啦 這個 每一隻角色都有這個shift 就有些拿來躲招躲boss啊 好 這時候呢 我們現在有了這個新的招數 譬如說空白劍冰穿護甲 然後或是說呢 好 我們拿出這個 超級大劍 這隻就是我角色的一些技能 好 滑鼠中劍可以蓋一個那個 很像競技場的東西 大概就是大招啦 大招 就是這個大冰鎚 不過他技能吸力都蠻快的 然後這是一開始的教學模式 是 非常非常簡單的 那我目前也只有玩過教學模式啦 等一下會出一隻 有點弱的小boss 這隻呢 冰到人家第三下呢 可以把人家冰凍 但是這隻boss已經沒血了 你就射一下 你看這個嘛 對不對 當身上有三個的時候就會冰凍 欸 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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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就玩這隻 目前呢 現在是在這個 搶先體驗版 現在體驗版比較便宜啊 說不定 說不定以後會變貴啊 所以我們現在 現在買的話 就是最划算的 在戰鬥之門可以查看地圖 有三種難度 會根據你的難度進行結束 好 沒問題 第一張 總共有八張喔 最終章 第一張 萬神殿 沒有啊 但是這個障礙不是單機的啊 我們可能是單機的 不過 我沒朋友 沒關係 我沒朋友 我們就自己跟我要看 感覺我這隻 一直使用 一直使用那個 冰川長矛就好了 欸 不行不行 等一下 我怎麼感覺我比剛剛軟很多啊 而且我還沒有其他技能耶 喔對齁 我剛剛是先讓我測試一下 好 先冰凍 撿東西是不是 哇 可以自動撿耶 沒問題了吧 這就沒問題了吧 我們有自動撿取耶 欸欸欸欸欸欸欸 那我不就 我不就全部勾起來嗎 全部的東西都吸在身上嗎 反正我這個什麼東西都想撿的 一開始新手就這樣 那還不錯嘛 哇 好過癮 英雄斷爐 寵物 還要召喚新英雄 英雄靈魂碎片 哦 然後這個是 制定外觀 還有你的寵物 寵物會 有一些特殊的加成 寵物系統 還有這個是排名 製作 2 1 嗯 哈 嗯 會有一些 不同的能力 每一次打造都不同的能力 然後或是說從 哦這個就是可以可以 可以洗嘛對不對 我看圖說故事 每項技能有額外加成 增加技步技能威力 按左鍵 將潛能投入此節點 這個是距離加0.5m 他有些英文的 我是看不見 好 沒關係 我們先隨便點一個 這個吧 這樣我看不懂 這樣子我們就多了1CM 好 我們這次介紹這隻英雄 兩岸市 名字叫什麼 猜對我直接送你遊戲好不好 怎麼賀克林不是啦 艾爾登 哦我看到了 艾爾登 那我們在兩岸市再抽兩個好了 最快打出 小劍你好帥 這裡我們直接跳過 好 那我們今天 這個遊戲就介紹到這邊啦